末日爆发仅仅半个小时后 这几个女学生就迅速来到警察局寻求帮助 可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看到 只有很多台想都不停地报警电话 几个女孩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把武器防身 但都是钢管锤子和消防府之类的近战武器 大家都想着如果能在警察局里找到几把枪就好了 这时突然有人发现办公桌角落里躺着一具警员的尸体 尸体旁边正放着一把手枪和一地的弹壳 可由于尸体死状太过恐怖并且害怕对方突然变异 中才比较高大的米亚大着胆子走了上去 不过当她捡起手枪后才发现子弹已经打空了 在尸体上找了找也没找到有弹夹 而且警局里的电话也都没有信号 四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这时大家听到办公室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 不知道是幸存者还是吸血鬼发出来的 其他人都不敢上前 依然是米亚握着大锤走过去查看 可几秒钟后却响起一个枪声 后面的小白三人赶忙跑过去一看 只见米亚正捂着肚子身体贪软 而开枪的竟然是一名躲在家缝里的秃头警员 惊吓过度的她以为来的是吸血鬼 于是下意识地就开了枪 尽管开枪打错了人 但看到小白他们四个女生手里都拿着武器 警员还是没放下枪 反而警告让小白他们放下手里的武器 直到确认眼前这几个女学生没有威胁后 这秃头警员才说出警察局里的情况 原来随着报警电话越来越多 大家都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很多警员都各自赶回了家里去 只有少数几个留了下来 但随着一些吸血鬼的闯入 人员不足的警察局也迅速地失手了 由于米娅被枪击中腹部 很快就丧失了行动能力 小白等人找到医疗箱 对她进行了简单的伤口处理后 认为还是要找到医生才能救治她 几人当即决定前往附近的医院试试看 临走之前小白想问秃头警员借用一下手枪 但对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而且局里的枪械库也早就被人洗劫一空了 无奈小白只能和眼镜妹冒险去一趟医院看看 另一个女生留在这里照顾受伤的米娅 直到这时警员才提醒了小白一句 走地下车库应该会比较安全 而且还可以直接从车库里找到一家诊所的入口 当小白和眼镜妹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地下车库里后 发现这下面空无一人确实比较安全 两人走了很远后 也只是偶尔会听到一声惨叫声或是吸血鬼的吼声 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神叨叨的女人 由于丈夫死了她似乎变得有些精神失常 甚至还让小白和眼镜妹跟自己一起回家 而且一点也不配合行动全程吵吵闹闹的 小白毕竟还要尽快去诊所找医生救命 眼看着傻女人无药可救了无奈只能先行离开 正在这时车库里也钻出来几只嚎叫的吸血鬼 女人当场就被吸血鬼砍得惨叫连连 小白和眼镜妹两人匆忙钻进去关上了门 终于赶到诊所里后两人焦急地寻找起医生的踪影 可这里和警察局的情况差不多 找了很多房间才终于看到了一个像是医生的女人 由于对方背对着站在一个柜子前面 小白刚准备开口寻求帮助 下一秒女医生转过头来就吓得眼镜妹一抚头披了过去 直接将这吸血鬼女医生给送走 看来这诊所里应该也没有活着的医生了 无奈两人只能选择返回警察局 可回去的时候却发现米娅已经不行了 而且之前那个秃头警员竟然也死了 原来警员认为米娅被病毒感染了准备杀死她 照看米娅的塔尼出于自保 便把枪抢过来反杀了对方 正在三人都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的时候 头顶上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响起 搞不好就是军方的救援直升机在搜索幸存者 于是仅剩的三人便决定到天台去碰碰运气 可很快他们就被楼梯间里的两只吸血鬼给缠上了 面对力大无穷的吸血鬼三人很难应付 小白疯狂地挥舞着斧头却还是慢了一步 塔尼被咬伤后很快就变异了准备偷袭小白 就在危机关头 之前出现过的那个陌生男人又帮了小白一次 这让小白和眼镜妹成功来到了楼顶 然而直升机却在两人的眼前失控坠毁了 目睹这一幕的小白有些崩溃 而更让她崩溃的是 眼镜妹在刚才和吸血鬼的打斗中也被咬伤了 不过眼镜妹不想自己变异后伤害到小白 在和小白快速地告别后 她便毫不犹豫地走到楼顶的边缘 最后看了一眼小白后便在变异的瞬间倒了下去 此时天空中乌云密布雷声大作 漫天都是飘散的火山灰 周围还响起一阵阵景低声 小白一个人跪坐在楼顶上感到了无比的绝望